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安华今早在首都出席活动之后 受媒体追访的时候解释 当团队政府入主不成 他曾经请求国家元首 苏大阿都拉陛下的预准 展言宣布驻美大使的任命 让他先筹组内阁再对外公开 外交部前天就宣布 纳兹里和另外九名大使 已经获得国家元首颁布的委任状